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急診室 日前收治一名確診個案 醫護人員在緊急插管的時候 受到感染 在昨天確診 指揮中心監證時 共有八名的員工確診 確定是一起急診群聚事件 急診室門口嚴格管制 公告到十五號為止 除新冠肺炎診治及裁檢 其他服務均佔款 因為前一天有數名醫護確診 北市聯誼陽明院區急診室 二號收治一名一一九轉送的確診個案 當時狀況危急且家戶病房滿床 醫護緊急插管因此遭受感染 在扎款過程中 造成部分醫護人員受到感染 陽明院區立即啟動高規格的防護 荒列相關人員裁檢 並加強急診室 大規模環境傾銷作業 醫護人員都已經穿著 整套防護裝備仍感染 常在陽明急診室值班 但當天不在場的主治醫師 蘇一峰指出 該名病患低血氧 當下噴漸飛沫 血氧也一直拉不上來 病患一直很喘 讓插管難度更高 因為病人很喘 他會很用力 當你在幫他插管的時候 他就會用力的咳嗽或呼吸 他可能就比較多的分泌物 會噴出來 他配合度也會比較差 醫師蘇一峰也呼籲社會支持 醫護絕對不是不小心才感染 而急診不向專責病房裁檢分開 醫護面對未知的超高風險 第一線的戰士沒有不挨子彈的啦 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啦 那被感染的人呢 不代表他就是輕忽而不小心 反而被感染的這群人呢 就是因為他們插了最多隻的管 他們照顧了最多的這些陽性的病人 所以才最有機會被感染 所以被感染的人呢 其實他就是在這場戰役中 衝在最前面 最盡心盡力的這群人 陽明院區是北市聯醫 繼忠孝仁愛和平松德昆明防治中心之後 再報醫護確診 也有人指出 有醫師發燒還繼續看診 北市聯醫院長黃聖堅說 雖尚未接禍進一步訊息 但認為不太可能 醫生都會自主管理 發燒就不會進醫院 記者綜合報導